新美市三峡一处公园发生了国中生斗殴案件 起因是有一名确诊男同学在隔离期间外出打球 遭到卫生局重罚150万 同学在网路上取笑他 而确诊同学的好友得知 朋友被欺负了 要帮他出气 就找来八个人痛殴被害人 警方寻见调查之后 又意外揪出 其实动手施暴的这一方 当中也有一人是在居家隔离期间 将喊请卫生局开罚 一群国中生无照双载 骑着机车呼啸而过 行进路口也丝毫没有减速 因为他们急着赶到公园去会合 要替正在被居隔中的好朋友出气 就是看到那边很多人了 不是听到好像 有人在讲 有人被打这样 男男女女在公园商讨对策 就等被害人一出现 要向他讨个公道 不过究竟发生什么事 同学间会反目成仇 原来是为了替同学出口气 移民住三峡的国中生 14号确诊后 就将手机放在家中外出打球 还打喇喇破闻炫耀 遭到卫生局开罚150万元 约上新闻版面 隔壁班同学因此嘲笑他 确诊还外出活该被罚钱 同校的好朋友得知后 认为自己的兄弟被欺负 疑似私自决定要为他出口气 确认被害人24号晚上 人就在新北市三峡一处公园打球 就找来八名同学到公园痛恶他 跟你一样差不多年纪了什么 可能是报案那个讲 目级的那个 什么人在拍摸 警方赶到现场时 只剩被害人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一群人早已鸟受散 逃之夭夭 警方学生逮人三个小时内 火速将涉案的九名国中生 带回派出所侦办 没想到却意外揪出 动手施暴的一方 其中一人也是鞠隔对上 将喊请卫生局开罚 红终的新闻报道 就有说 还有没有 邀请